占杀 哇 这边的路 这个我现在走的是小道 大道在那边 你等公交就过这个吊墙 然后到那边就有个等公交车 就过了这个吊墙 晚上这地方夜景很漂亮 这是占杀大门 你安顿好了过 可以慢慢出来 这边逛一下 对 这个河水很漂亮 它整个寨子就是这么大 对吧 对 没有多大 整个寨子就是一百来户人家 一百来户人家 小寨子 一百来户人家 祖母爷 祖母爷 祖妹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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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都在修那些客栈 有的把改成民宿 哇 它这栋建筑是叫什么 这个是一个表演场 叫彩歌堂 彩歌堂 对 表演场 对 它是以这个洞家的这个鼓楼为元素 那边有一栋金色的是什么 那个是金佛寺 金佛寺 金佛寺 你今天可以到金佛寺 不知道有没有开放 里面供奉的是目前世界上座像最大的金与弥勒佛 今天你可以到白天你可以逛那里 然后晚上可以逛洞寨 嗯 夜景很漂亮 逛洞寨对吧 好 它有东西吗 它有东西 它有东西吗 没有了 你这一包太沉了 你这个 对呀 是沉了这个 这个你来背着 哈哈 还是我来背吧 我来背吧 感受一下 哈哈 我就是这样子背着走的 对呀 我里面有电脑啊 对呀 有拖鞋啊 什么东西都有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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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坐吧 好 好 好 慢看的 所以电脑就能乱客 对 它这里就是一家客栈哦 对一家客栈 吉祥洞庄 这个地方呢 就是躲到那个寨子 中心的广场 那个一个鼓楼 鼓楼 是三菱山脚下 唯一的一个洞寨 那这个 这个就是歌堂咯 宰歌堂 哦 宰歌堂 宰歌堂 就是旺季啊 有表演节目的时候 就在这里面 嗯 这样子 是吧 我再坐 我的俊鼓做一下 好的好的 居然挺一点 大家好 我是一游记的俊鼓 我现在呢 是在贵州同仁 这边呢 是江口 债沙洞寨 然后今天呢 我们有三位当地的向导 这一位呢 是龙姐 杨姐 还有小木妈妈 好 现在由龙姐呢 带领我们呢 一起进入这个 债沙洞寨 去看一看哦 好 在里面请 好 谢谢 我们这里呢 就是从这个大门口 我们一般来的地方呢 我们就这里 前面里这一块 曾经过这一块 唱敬酒歌 对吧 我们简单的唱几句给你们听 好不好 可以 一般有贵客到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门口 那个拉上草绳 然后唱敬酒歌 唱敬酒歌 对 然后我们那个简单的 现在唱几句吧 可以啊可以啊 就在这边来唱吧 这边关键比较好 哦 非常的动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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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呢作为一名游客来讲 听不太懂啊 这个就是欢迎你们到冬寨来 刚刚用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 动语 就是敬酒歌 敬酒歌 就是说你们来到我们这场冬寨 首先要喝我们的糯米酒 然后才可以进我们这场 对 我们那个歌词唱的大意 就是说欢迎贵客来到我们的在家 然后那个我们准备好酒好肉 希望大家吃开心喝开心玩开心 哦 是这么好的意义啊 对 非常棒 前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沙洞寨的鼓楼 这是我们每个洞族村寨 都会有的特色建筑 然后那个洞族的鼓楼呢 就是一般都是先有鼓楼后有寨 它体现了我们洞族 是属于比较团结的民族 我们这个在一般在那个鼓楼里面 就是说集体的议事呀 然后集会呀 然后包括一些庆典呀 都会在鼓楼里面举行 哦 就是前方这一座鼓楼的吗 对 就是前方这个高层的 先有鼓楼后有寨 哦 是这个意思 对 在鼓楼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寨子上 那个金丝栏木 金丝栏木 对 这一棵就是 金丝栏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木头 对 但是我们的寨子在很多年以前 就是说是属于我们这一片都是金丝栏木的这个 这个树种群 就是说我们的地底下 包括当时我们村寨这周围全都是那个金丝栏木群 嗯 哦 听说这个金丝栏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木头哦 对 那你们的房子那不是宝藏一样 对 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些都已经移走了 就是说整起房屋移走作为那个文物保护 哦 就整座房屋 对 我们的木楼是可以整体搬迁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呢 我在其他地方也听说过啊 就是说可以把整座房子 就是搬迁走 随便的搬走 错位 然后那是不是需要很多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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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在这个少数民族村寨 它这些体现的就是说团结 只有这些村寨的人团结才能办成这些事情 比方说盖房子呀 然后那个 婚嫁的时候抢亲啊 这些全都是 就是说必须得要大家非常团结才能够 婚嫁的时候抢亲 对 是什么意思 就是新郎来接新娘的时候 必须要带领特别特别多的人 然后要新娘家会有守门的 不让把新娘接走的人 哦 这个就要抢亲 对 就是说我们新娘不是说你轻易来 能来接走的 是需要来抢的 是需要过来抢人的 对 那你就取不成 哦 哇 它这个鼓楼全部都是木头做的吧 对 哇 我们的鼓楼是那个天元地方按照这种 它上面全都是一个八角 十六角 八角十六角 一直往上 哦 哇 这个好高 冬天的时候我们这里一般都会生火取暖 哦 在这边 对 哦 生火取暖 基本上每天都要在这里聊聊家常 哦 聊聊家常 哦 就坐在这里 对 就是晚上的时候都会生火 农闲的时候啊 什么这些村民啊 我们都会来这里那个 聊聊天 对 在这里 哦 那挺好的呀 就挺有氛围的哦 对 就整个村寨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和谐 感觉非常的和谐 在这里生活 哦 那非常暖 哦 其实在贵州这边也不会说很冷啊 这边的天气 我感觉不会太冷 天气冷的时候也是 我们这里用一个非常明确的词语 叫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 对 但是冷的话也会有零度 又有零度 对 但是这种时间是非常少的 就是一年可能有十来天 它可能会零度 或者零度以下就是-1度它会结冰 但是这个时候是非常少 哦 非常少 对 一年最多10天左右 就是冬天 那请问小木妈妈 就是现在你们穿的这个服装 是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现在穿的这个服装 作为我们三位 你可以看大致都差不多 对 这种是妈妈款的 就是妈妈款的 就是我们都是已婚的 然后那个还有一种 就是说领口会低一点 然后袖子也会短一点 就是说下装 然后但是说裙子和这些 就红色部分可能会多一点 红色部分会多一点的 对 那种就是年轻姑娘的 年轻姑娘的 对 像这种就是妈妈装了 对 像我们现在的就是妈妈装了 我们穿的这个就是 哦 所以就是说可以看一个人的服装 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没有结婚 对 对 他已经结婚了 有的还没结婚 有的还没有结婚 没结婚的 他那个领子就 嗯 低一点 是胸口会露出来的 会稍微低一点 哦 这个不是 就性感一点 是圆领 不是这个尖领 哦 是圆领的 对 现在穿的是尖领的 对 哦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看服装 也是可以看一个人的状态 哦 对 哦 就现处在的一个阶段 人生的阶段 对 哦 然后颜色呢 颜色有没有什么讲究 我看三位的衣服的颜色 现在都是一样的 盛装 盛装 对 这个是我们的盛装 我们的长服一般是黑色跟白色 黑色跟白色 对 哦 然后蓝色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颜色 哦 就是平时穿的 对 现在这个属于是盛装 对 哦 一般就是在比较喜庆 对 节庆的时候 会客呀 这些才会着这种服装 嗯 那小木妈妈 听说这边呢 年初三 每年的年初三 都会有大型的活动对吧 那这个活动是 怎样子一个情况 嗯 活动的话 就是说我们 我们每年 我们这个动作啊 嗯 都是要打瓷巴呀 打瓷巴 嗯 嗯 就是搞一些油茶呀 米豆腐啊 盘子粉这些 就是我们的 当地的美食 嗯 当地的美食 还有包那些棉菜吧呀 棉菜吧 米豆腐这一块呀 米豆腐啊 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小吃 特色小吃 对 在以前比较困难的年代 嗯 基本都是只有在春节 嗯 才能够吃到的东西 然后 才能够吃到这些美食 对 这些美食 才有时间和有那个 就是说精力和有材料 去制作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一到冬天呢 我们就闲下来 要做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要过年 要用啊 嗯 春节过了以后 然后大年就要 客人来到我们家里 我们就要拿出来带客人 哦 带客人 哦 那年初三那一天呢 有什么盛大的活动 我们有那个 嗯 就所有客人 长桌宴 哦 长桌宴 对 是在广场上摆 就是在这个广场 对 哦 然后 然后那个 呃 有那个 就是民俗嘛 就体验这些打瓷巴呀 这些活动 嗯 民俗和这些 就是特色小吃的品堂 就我们本地的米豆腐呀 嗯 还有 就是有这个制作这些小吃 这些美食的过程 整个过程都可以看得到 对 对 如果说外地的游客过来看的话 他们也可以亲自体验 哦 也可以亲自去试作一下 对 哦 那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那我们带他们去那个将军树看一下 好的 哦 将军树对吧 对 好的 好的 我们这个寨子总共有六十八户人家 六十八户 这么少啊 对 但是感觉挺大的哦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是每家都有一个这样的 嗯 都有一个这样的木楼 嗯 所以就会让你感觉很那个 就很大对吧 随着这个政府的政策呀 包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嗯 然后基本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 所以每家 原来可能是几家住一个木楼 所以现在就是说在这里的洞族的居民啊 生活的状态都是蛮好的哦 对 我们这里的洞族的生活水平还是已经 就是说 嗯 算是奔小康了吧 提前一步奔小康 嗯 那还是蛮好的 那就是说国家的这个政策还是对少数民族还是蛮好的哦 这边是我们的江军树 嗯 它为什么叫江军树呢 就是清朝道光年间那个我们本地有一个呃 统兵都督 统兵都督 叫下马山 下马山 对 然后他在这棵树下 曾经那个 在这棵树下焚香祭拜 哦 焚香祭拜 一起 那个顺势而立 大军直奔那个京都 然后那个 嗯 虽然后来失败了 但是当时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成功时候的这个 呃 速度 成功的速度和那个 他的精神 嗯 然后还是说 我们还是非常的就是说崇拜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纪念他 对 为了纪念他 我们本在人为了纪念他 然后就 为了纪念这位将军 对 所以就把这棵树命名为将军树 对 然后每逢那个祭祀呀 或者是就春节呀 就这种重大节日 或者说庆典什么的 我们都会来这棵树下 包括孩子的神学呀 什么这些都是来 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对 就祈福 那他这棵树 它的树名是叫什么 苍兰 苍兰 对 它是一棵苍兰 苍兰树 对 是栏木树 它这里这里 哦 有了有了 这棵苍兰树啊 对 苍兰树 这棵树还是蛮大的哦 对 然后在这边 这个红色的丝带呢就相当于是许愿 祈福 对 许愿带 对 这就是村民啊或者游客啊 他们这个走到这里的时候 嗯 呃 这边是我们这边的嫁女儿 嫁女儿 然后她们在 伴酒席 对 伴酒席 对 伴酒席 冻酒席的酒席 对 就是这样子的 对 这是大锅嘛 大锅做的大锅 大锅煮饭 大锅炒菜 也就是说她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庆典当中 对 她们是庆典的准备 准备活动 对 哦 那就是说可能是准备明天的 后天 后天 对 那今天她们就开始做这些菜吗 对 我们一般都 头面 嗯 我们这边一般嫁女儿 或者说 那个 家里面有人去世呀 红白喜事 都会提前那个两天就开始 提前两天开始 对 哦 所以 大锅小锅的 切菜的 哦 全村人都会在这个地方 哦 全村人都会在这里 对 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 一起做 一起吃 那就是说她宴请 她宴请很多人哦 对 我们这边一般酒席 一半的话 差不多可能都得六十上一百桌 六十上一百桌 对 从六十到 这家人 就算家里面人不多 最起码也得六十桌 就是 基本上因为 一桌 一桌 大概多少个人 八个人啊 八个人 哦 明白了 因为 就几乎是整个 每个村寨的 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 每个村寨 它有这种喜事的时候 基本上本寨人都会在他们家 就聚集在这里一起做一起吃 然后 然后那个 再加上他的亲户朋友啊 再一起来 差不多 就会人特别多 就是会显得特别大 最少都会有六十桌 对 这个规模相当大 一般像我们广东那边结婚的 可能也就是普通人家来说 可能也就是二十来桌吧 十来桌 二十来桌 对 就已经很 很了不得了 但是我们这里 因为一半九席袋子上都是大家 全家老少都会去一起去那里吃 然后光自己袋子上的人都有一二十桌了 一二十桌 我们的这个袋子不是原来的原始建筑 在那个 呃 因为我们这里原来是属于比较深山老林里面 深山老林里面 对 然后建筑都比较老旧 然后也甚至于就是说 呃 比较少 然后后来是政府为了打造范进山 就是说承载范进山的游客 游客 对 为了增大范进山游客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 承载能力 对 承载能力 然后就就打造了这个 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洞族存在 按照我们原来就是说这些民俗呀 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 按照 建筑风格 原来的建筑风格 按照桃渊明的设计里面的 呃 千墨交通 原田那个人家千墨交通流水 小桥 小桥流水人家 对 然后就是说菜地 这些都是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本土 就原来可能房子没有这么大 嗯 但是门前就是菜地 嗯 然后屋后就是 山是河 就是说这就是 我们政府当时按照原来的这个原来的状态 原来的状态 但是扩大了规模 嗯 给我们这个寨子新建了 哦 然后包括房屋的这个结构呀 各方面还都是我们本地的 就是特色建筑 嗯 哦 所以还是保存了原来的风格在里面 对 原来的风格 包括我们这里的这个现在的接待游客的这个 接待游客的菜品 基本上都还是我们比较原始的这些的菜品 嗯 就是说 嗯 我们本土 嗯 往年就是说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腊肉 嗯 然后每年我们春节就是说如果你早两天来 我们这里年猪刚好杀过 因为要赶到那个春节之前这个腊肉熏好 如果你前两天来的话 可能就会赶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杀年猪 每家都会杀一两头 其实我前几天 哦 前十来天嘛 嗯 前十来天我在镇元古镇嘛 嗯 那边呢我就看到有人正在杀年猪了 对 我们一般会在腊月初开始杀年猪 嗯 然后杀年猪完了以后会那个 因为腊肉需要腌制 对 然后腌制几天 然后还需要熏 我们这里的腊肉是烟熏的 烟熏 因为我们这里的气候不允许晾晒 哦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里很少有太阳 对对对 在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连续三天是有太阳的 对 就是如果日照会比较时间比较少 所以就那个都是需要靠谱熏制 熏制 对 一般都是用松柏的木来熏 然后往这边吧 松柏木 哦 这边 松柏木熏 然后熏制出来的腊肉它就会比较香 然后它的颜色比较亮 嗯 嗯 嗯 而且味道也比较好 对 哦 小桥流水人家还是特别美的 我们在这里饮用的这个自来水 都是在山上街的山泉 嗯 然后 非常的干净的 非常的 直接饮用的 哦 非常干净 对 我们的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个水手泡 就烧水壶 几乎就 我们从来不用除够 嗯 就没有水够的 没有水够的 哇 就是长年就那么烧 嗯 就不会有水够 而且水字就是 一会儿你可以去我们家喝一下茶 可以 就喝我们本地的藤茶 就是我们这边在山 嗯 包括就是说我们饭定山这个50山卖区域 嗯 那个野生的藤茶 藤茶 对 哪个藤子 树藤的藤 树藤的藤 对 哦 然后这边就是金丝楠木对吧 对 哦 那这一棵树值多少钱呢 无价了 无价 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 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把它砍掉以后 你会怎么样 那肯定就是爬不出去了 对吧 这辈子都在高厂里面了 估计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木头 是国家保护树种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袋子上有十几棵 那这三棵 这四棵都是 这四棵是 然后刚才的江津树 你看那里 江津树不是说是苍蓝吗 苍蓝 但它这个是金丝蓝 它是蓝木群 我们这里 哦 蓝木群 都是蓝木 哦 然后包括你现在能够看到的山上有几棵 哦 然后那边还有 那总共这个寨子里面呢 是有多少棵 现在目前在侧的有17棵 对 17棵 对上年龄 比方说像这个最起码都有上500年以上的这棵树 500年啊 它是生长周期非常非常慢的 这个金丝蓝木 哦 所以它就是说生长的慢 而且然后它长出来的那个木质材料 会非常的坚实 对 非常坚硬 所以用来做家具的话就是说可以保持百年都不变 对 哦 非常非常好的木材 对 珍贵的木材 我们这里原来的就是说每家的家具 嗯 就是说原来 嗯 都是用金丝蓝木做的 基本上都是用 不说金丝蓝木 基本上都用蓝木 蓝木 对 它不一定是金丝蓝木 对 但它也是蓝木 哦 可能就是说 什么这些 就没有金丝蓝木那么珍贵 对 然后落过一个笑话就是 嗯 可能呃 外地人来我们这里 嗯 他偷了一个牛圈 就是把那个牛圈看到那个树 不是牛圈塌了吗 对对对 然后他把那个牛圈的那个木板给偷走了 嗯 然后偷走了回家烧 然后烧不着的 烧不着的 烧不着的 然后他就说本来是想来捡个柴 就觉得那个太没用了 然后就是烧也烧不然 嗯 然后然后把它给扔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拿回家去 嗯 又烧不着 那一个村子家家都把那个树都拿去烧 然后最后就说 这是朽木 就是没有用的木材 嗯 就是说那个是没有用的 就当时大家不知道 对 但当时可能大家都没有 就我们本地人知道它是好木材 嗯 但它因为作为一个牛圈 啊猪圈牛圈 官牛的那个牛圈的一个 建造它的木材 然后它就不会认为是好木材 你觉得它是烧不然 可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们 用那个木头来做那个牛圈 对 当时可能就是认为是木头嘛 也不觉得它是值钱的东西啊 对 可能就是 就很早就用了这个木头去做这个猪圈 过后呢 过了若干年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木头呢是已经是老木了 不要 就是说不要了 可以拿来烧柴了 嗯 结果发现照不着 对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 就是说 类似笑话的事件 对 然后我们门前 嗯 现在我们正往寨子外面的河走 这是范进山流下来的主牛 就是说这范进山的 哦 这个河流 对 从范进山流下来的水 流下来的 对 它叫太平河 但它是范进山 它的源头就在范进山 哦 然后它汇聚到这里变成最大的 就是说大家汇聚到这里 然后就往下 就汇成太平河 哦 汇成太平河 我们这里是属于太平河的源头 太平河的源头 但是它再往里 然后对 它就 它就是全是范进山的各个枝脉 汇到这个地方 哦 然后再往下它会汇入井江 井江 哦知道了 同仁的井江 对 所以同仁的井江 是 就是说这条太平河的水 是汇入的井江 对 哦 明白了 然后呢在这边就是说 有范进山那边呢 有各个支流 对 山上的各种各个小支流 就汇集成太平河 对在前面一点汇集成太平河 然后范进山现在是从哪个方向去啊 往右 往右这个方向去 右手方向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绵山脉 它已经是 绵绵几幅的这个山脉 就是已经是范进山了 哦已经是范进山了 对 哦那如果说我明天去的话 是往这边去 对往这边去 哦那往这边走的话 去到那个景区的大门 哦去坐它的观光车的话 还有多远 从这边去的话 还有多远 从我们在沙栋寨到那里是三公里 三公里 到范进山大门口 就是说游客服务中心那里 够票那里三公里 嗯 就是够 就够了 哦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 然后然后就可以上到它的观光车了 呃不是你够票还要 就它紧挨着那里就是山门嘛 就是进门的地方 对 然后这里是旅游步道 有很多人都会选择走这一条 哦旅游步道 对 因为这两天 前两天连续下雨 现在河水就是说上涨一点 然后这条路这里就被淹了 哦被淹了一点点 我们的吊桥 吊桥 然后我发现这个位置哦 这个位置挺有意思的 就是 啊虽然是一条路 但是路中间呢有很多树木 然后 因为在我们这里就是说 可能 嗯 树 就是说一种精神 是有精神 嗯 就就一般修 修路呀 包括盖房啊 都会避开 就是一些 这些大树对吧 特别是这些比较 比较有年龄的树 哦 对 对了 我们这里会称为 嗯 像这些树它能叫上的 就是柳木 柳木 柳木 柳树 柳树的柳 它叫柳木 对 但这种柳和那种垂柳那种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哦 然后它 但它这个就是说 枝条特别脆 然后冬天的时候就会掉 哦 就会断 对 断一些细枝对吧 对冬天我们都会给它摘 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 也是会长出很多绿色的 夏天的很冲绿 翠绿的 我们这里的河边都是这种柳 哦 都是这种柳 对 这个就是斩沙吊桥 对 这是我们的吊桥 这是原来我们 呃 在没有 嗯 没有那个 吊桥之前 没有开发以前 哦 没有开发以前 翻金山还没有开发以前 嗯 我们这里属于比较古老的地方的时候 比如说村民完全就只靠一个很小的吊桥 嗯 它的原子在上面那里 你看啊 哦就是那一座桥吗 对就是那个 然后它顺联了拉铁锁 就拉到这些树上 然后拉到对岸 嗯 就是这样的吊桥 然后是后来政府给我们修建 修建了 这种新的 对新的就更结实的 因为以前我们的吊桥是 嗯 每年夏天都会涨水冲掉 哦 又要重新修一次 再重新修建 哦 然后今年我们 现在我们就政府把它抬高了 就这样 所以就说不怕大水了啊 对 这水大一点也淹不到这上面吧 对 嗯 然后我们这里的水你可以看 嗯 可能你现在在桥上看 觉得这个水没有多深 嗯 可能呃 刚摸个脚 摸过脚 但你可能下去的话都已经到膝盖 因为它的水太轻 对哦 特别的清澈啊 对 你看全部到中间都是 都是清澈见底的 你可能到中间那一部分 你看着也没有多深 但可能到你的腰 这样啊 对 哦 之前有个游客 嗯 他不知道他就在上面一点嘛 他就觉得这么清的水 嗯 夏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想去泡个脚 然后一伸下去 裤子全死了 哦 就很深对吧 对 就是基本上你看到 走到那个石头边上 你看到就像这样 嗯 那个石头其实很大一个石头 它已经慢慢下去 有可能已经是 基本上已经到腰了 这个 哦这个地方 对 对哦 基本上已经到腰了 对哦 你可以看那个桥墩的那个 对 它这个位置特别深哦 这个位置 对 桥墩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是 它水是特别清的 然后前方那座桥是石拱桥吗 对 是拱桥 是石拱的吗 还是说水泥拱 水泥拱 它的跨度也是蛮大的 造型也是比较美观 现在往下面现在被树遮挡的那边是我们的风雨桥 风雨桥 对 哦 就是我们这个洞族村民啊 一般那个 洞族男女弹琴说爱啊 一般都会从寨子上沿着河 哦 就会在那个风雨桥上方 对 弹琴说爱 这个位置会比较浪漫一点对吧 就相对离寨子远一点 然后也 安静一点 不会受到别人的干扰 对 不过这边好像看不到那个风雨桥 就在下面你现在可以看到那里 那里 这条河流是这样弯着下去的 是有点白色的那个地方 不对 那里 它是红 红 你看到有个红的青 然后挖 黑挖 好像看到一点点了 看到一点点了 它就隐约在那里面 嗯 这条河叫太平河 还是蛮宽的 对 哇这样看像是 水量会很大 像是一个湖一样啊 夏天水量会很大 夏天水量会很大 然后现在能看到那里大金佛寺 大金佛寺 对 嗯 大金佛寺现在对游客开放了吗 是世界最大的弥勒道场 哦 它现在是对游客开放的 好 好 好